欢迎收看本节目 中国效力的邀请 但我拒绝了 如今中国国家队的教练 就是我们上赛季武汉 卓尔的主帅李铁 得益于我们出色的发挥 他已经正式晋升了国足主帅 李铁打电话给我 并表示想要征召我 但我拒绝了 他一直有与我联系 这与我近期 被科特迪瓦国家队征召有关 因为我只要 为科特迪瓦国家队 在正式比赛中出场 那么我就永远无法代表 中国足球出场 个人观点 埃弗拉现年26岁 能力出众 由于埃弗拉在中超 已经满五年 主要同意入籍 即可代表国足 出战40强赛 因此是国足规划的 最佳选择之一 与埃弗拉在武汉 卓尔合作过的李铁 他肯定希望国足封线上 有埃弗拉这样 年轻的强力边风 但由于中超现新令 外援入籍算美元 在薪水上 没有保护政策 说俗气点 恒大的几位 外籍规划球员 都是在现新令前 拿了高兴大合同 等于有了安家费 才愿意入籍的 如今中超外援 在入籍困难重重 这才是埃弗拉 拒绝入籍代表国足出战的根本原因 现年26岁的埃弗拉 是武汉卓尔的队长和保级功臣 本赛季一共为武汉卓尔出战了18场中超比赛 打入了8球 并有5次助攻 这对保级球队的前锋来说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进攻数据 足协没有对应规划政策 中超外援入籍若没有安家费 今后很难再有好外援入籍了 而埃克森 洛国富早已经过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